這個羅亞方舟究竟是什麼人? 我感覺他跟我們的距離很近 知道我們每一步怎麼走 我也有這種感覺 我甚至覺得他就在我們身邊 監視著我們一舉一動 希望穿記憶卡有料多 最近發生這麼多事 幸好有你在小寶身邊 別這麼說, 其實我也幫不了什麼 我知道我們家好像很複雜 不知道小寶有沒有跟你說 但我猜你也猜到 其實挪威是小寶的親生爸爸 有些事情不是用三言兩語 可以解釋清楚 希望你明白 小寶為什麼有這樣的反應? 有誰這麼沒秘密的? 有時候有些事情 真的很難說得出口 小寶認識你, 真是她的福氣 希望莊綾林發生什麼事 都不會影響你們 你放心 我不會讓任務擁有我們兩個 為何你進來不敲門? 我剛剛敲門了, 可能你聽不到 怎麼了?找我有事嗎 我聽媽媽說 威爺出事了 我打給小寶, 又沒有人聽 威爺現在怎樣?小寶是不是很傷心 威爺還在醫院昏迷 小寶沒什麼事了, 我會照顧她 是就最好了 不過我覺得自從Jeff死了之後 有很多不好的事都圍繞了我們 Jeff, 扁阿露的標縮 現在輪到威爺 有時候這個世界發生的事 比虛擬世界更加荒謬 我曾經以為我想的事已經很周長 很細緻 誰知原來跟現實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人性永遠都是最難計算的 所以我已經決定了 實行我新的計劃 你之前說過什麼 B2C2C的宣傳和銷售方式? 沒錯, 我之前曾經找過一群人 跟我一起去銷售 誰知那群人完全靠不住 只會給我麻煩 所以我不會再靠中間人 由一個用者 再推給另一個用者 其實遊戲好玩就可以了 1.0也可以這麼高, 2.0也可以 他們這麼喜歡輕鬆 就任由他們繼續輕鬆 不要讓他們停 去看看 這個就是輕鬆街 人們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就讓他們控制了 不靠那群人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為什麼這些人 可以明目張膽在這裡踢東西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有些人要靠這件事 才找到自己的價值 警察 警察, 身分證… 身分證… 什麼? 叫他拿身分證的 什麼事?是不是你打招了? 我還說你藏瘡和吸食毒品 身分證 還有你們, 傳訪槍, 你出來 別忘了 別忘了 別走… 死開了 放手 別忘了 照顧我 別動了 別動了 CK,我們先下去,來 走吧 卓仔,為何你會在這裡? 我們剛試完遊戲 別留下來,快回家 我送你回答車 謝謝 馬國畢律師,我認識你 A,最後一個份口供 好 他還沒打電話,回家給他報仇 CK 剛初步跟他們下了口供 全部沒有案底,有正當職業 每個人都說在朋友介紹 才跟著不吃超仔 有沒有說那些貨源怎麼來? 他們全部都說朋友有路就跟著買 還說如果介紹到新客人 自己就可以便宜一點 如果去到一定的數量 他們還可以免費吃超仔 所以他們會不斷借朋友去拿貨 他們想用程額色推銷 就算這樣,總有第一個人聯絡冊家 應該就是白色衣服的西裝友 他叫黃柏林 黃柏林先生,這次我們拘捕你回來 是因為有疑犯向他們提供線索 說你供應毒品給他們 你怎麼解釋? Sir,我沒有 我只是跟朋友的開心書閒而已 你知不知道這樣做 我們可以下責貨給你販毒嗎? 我真的沒有,Sir 我是建築師 我知道我騙人不對 但我真的不是毒販 那你超仔是誰? 我跟朋友一向都有吃過超仔 本來一直都跟貨物拿貨 不過那段時期,超仔斷了貨 就停了沒有吃 誰知前幾天有個不認識的人 發了短信給我 跟我說有得拿超仔 他叫我卡在那裡 跟一個叫羅亞方舟的人交易 我亡成果數之後 他就傳了超仔給我 那他們怎麼傳給你? 有沒有拆架拿給你? 沒有,從頭到尾 我們都沒見過面 他就用速大記給我 那之後你還沒有跟他們聯絡? 有,他發了短信跟我說 如果我有朋友有興趣的話 就分享一條連結給他們 對方光顧的兩邊都會絕頭 Madam Sir 我真的純粹分享一條連結給朋友 對方光顧的,後面都沒做過 交給朋友,不算是犯法的吧? 疑犯王柏林所提供的電話號碼 證實是一張太空卡 我們暫時沒辦法聯絡到機主 而IT部的同事 就按過我們分享的連結 裡面是Def Card,什麼都沒有 速大那邊我們都問過 這個包裹分別去過四個不同的國家 而這些國家都是比較落後的 他最後需要運到他們來香港 所以這些超仔 是從哪一個地方放到包裹裡面 我們很難才能跟隨 難怪他拿貨不用拆家了 用了傳銷這個方法 擴散你比以前更快更安全 跟他拿貨的人全部都是素人 就是想跟也跟不上 不用靠拆家也可以散虎貨 就算羅亞方舟動了Rocky 對他的賠生也沒有影響 真是頭痛 大家繼續努力去找資料 找到通知我 是,Baddle 怎麼看? 接觸過羅亞方走的人都差不多死了 現在只剩下一個有機會見過他的人 他的情況怎麼樣? 沒醒過 會不會以後都醒不回來? 怎麼會這樣?姑娘… 叫醫生,怎麼會這樣? 小虎 小心 你沒事吧,好嗎? 快點,醫生… 快點,快點 別趕著醫生做事 你現在正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訂閱吧 剛才會不會 有個糖質 分享而已 便會不會 別趕著醫生 報告 報告